1949年蒋介石集团败逃台湾 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中国政权发生了历史性的更替 然而 古悬海岛的蒋介石 自治由美国撑腰 妄图反攻大陆 并非法占据联合国席位 以及常任理事国的席次 毕竟 联合国的总部就设在美国纽约 在那个年代里 用一手遮天来形容美国的所作所为 并不夸张 为此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第一代领导人 开始了一场长达22年的外交突围 从1949年11月到1950年初 新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 曾多次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一 郑重向全世界宣告 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 才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体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 应一起取消所谓的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代表团 继续代表中国人民 参加联合国的一切权利 然而美国视中共为不共戴天的敌人 阻挠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妄图借此遏制共产主义 以确保自己在美苏争霸中的优势地位 而这时 新中国则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坚定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 那个时候呢 社会主义成员是个新兴力的 西方呢 应该说它的西方压倒东风 美国操控联合国 剥夺了我们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应该享受到 在联合国里头的合法权益 1950年1月 苏联驻安理会代表马利克提出议案 要求安理会驱逐台湾当局代表蒋亭福 但美国操控联合国否决了苏联的提案 为了表示抗议 马利克宣布退场 并且表示台湾当局代表一天不开除 苏联代表就一天不出席安理会 而这个情况下 退出以后 这引起就波兰就比较大 乌克兰 白俄罗斯 加上捷克加上波兰 都退出了 都退出以后 这联合国就发生打烂了 在这种情况下边 那个秘书长就说 如果要苏联退出以后 自己另外组这个联合国 这不就很麻烦了吗 所以这个时候呢 美国开始呢 就在对中国这个问题上 就很明确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正当中国恢复联合国 合法席位曙光出现的时候 1950年6月21日 朝鲜战争爆发 联合国内形势突变 谁都没有料到 苏联代表的仗义直言 反而使社会主义阵营 在日后处于被动地位 联合国案例会通过决议 出兵朝鲜 16个国家迅速组成了 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 赴朝鲜作战 联合国里头有一条最基本的 就是只有联合国案例会 有这个权利 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 来授权使用武力 那么苏联享有否决权的话 可以阻止美国这样的行动 但是正是由于苏联的缺席 使得美国利用了这样一个机遇 盗用了联合国的名义 让美国和他的一些追随者 参加了这个朝鲜战争 6月27号朝鲜战争爆发后第三天 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 阻止解放军解放台湾 6月28号周恩来发表声明 谴责美国的行为是 对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犯 对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 并向联合国提出 美国侵略台湾案 1950年10月 美军越过三霸击 中国人民志愿军覆巢作战 然而 美国却颠倒黑白 倒打一耙 向联合国提出所谓的 中国侵略朝鲜案 11月24日 当麦卡瑟扬言将迅速结束战争 让美国大兵回家过圣诞节的同一天 中国特派代表武修全一行 抵达纽约出席联合国安理会 新中国代表团的到来 不是是在联合国掀起了巨蓝 也成为了国际媒体追逐的焦点 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 武修全大到天宫去了 为中国人民所投契的 就是在我面前的 这个国民党 反动参与的代表 我怀疑 这个法言人 是不是中国人 因为 为大地 为大地 四万万 十千五万